我们今天会不会来一个这种Fusion的味道呢 没有啦 我们今天是做盆菜 我错了菜单了 可以切直一点吗 你没有工夫 有根啊 你吃根的吗 男人就应该大口吃肉 你全家里面都是男人吗 这个我用了这么多年没有问题啊 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过不了新年 HELLO 大家好 我是曲斌 我是Ivan Chef Ivan 今天我来这里呢 你看到没有 哇 一脸茫然的看着摆在眼前的东西 其实我们今天呢 是在为过年做一个很重要的菜 很快就过年了 所以今天做一个是盆菜 其实我对盆菜还蛮喜欢的 因为它里面很多很多料 还是是因为容易煮 我不懂它怎么不容易煮啦 我是该跟你学习的 今天是师父跟徒弟 盆菜以前是因为家里穷 大家把所有的菜集中在一起 然后就这样子闷一锅出来 是的 然后又分不同的籍罐 对 村里的人啊 他们有什么什么料啦 然后大家一起集合起来 然后放在一个大盆 就叫籍饱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盆菜 是哪个集馆的 我们做的风格 有点像潮州广东式的一种盆菜 有烧肉 还有很多很多的海鲜 对 然后还有那个日本袋子啦 还有这个西柿 那刚才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其实做盆菜很容易啦 就是全部丢在一起 然后闷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没有没有 是因为每个料 它煮的那个熟度不一样 不可能一起丢进里面煮嘛 我明白了 因为有一些东西需要煮的比较久 有些东西很快就熟了 所以一起放进去 就不行 虾就煮到太老 对 那我看到板太面前 这些酱料啊 是陪伴我成长的酱料 从小就见到他们的 我也一样一样一样 其实我们也是用很多 这个李锦记的餐品啦 就是好像蚝油啦 那个芝麻油啦 其实挺用的挺多 因为这是我们所为中餐系的酱的骨干 哦 就专门只做中餐而已 现在西方人也是开始 学会用这个东西 是 因为他们做的酱汁 味道跟我们的华人做的不一样 嗯 那我们今天会不会来一个 这种中西合并那种 Fusion的味道呢 没有啦 我们今天是做盆菜 你考错菜单了 应该是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是爸爸嘛 爸爸通常在家里 可能会做一点点饭啦 怎样的 至少在厨房里面 一定有他的这个 基本的技巧啦 你会做饭吗 呃 我会做一点点啦 OK 这样我们 开始做饭的时候 就要学 切 刀 借给你用啦 这是你独用的吗 对啊 如果涂地不好 就拿来砍人 哈哈哈哈 哇 我跟你讲 其实哦 我不需要师傅的 我煮菜超厉害的 菜有两个部分嘛 它的叶子跟它的根 对 来个煮得比较快 当然是叶子煮得比较快 对嘛 所以我们先把 它的新叶子分开掉 我跟你讲 切东西最容易啊 哪一把刀就 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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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 把东西摆在韩语上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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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嘛 很难呗 小时候都有玩过的嘛 哈哈哈哈 是这样把根先切掉 等等 不对 中间 你不是要先把根切掉 对啊 先切这里吧 先切这里啊 对 切菜还这么讲究的啊 哈哈哈哈 不是随便切的咩 好了 然后这个中心呢 你切一半 然后把这个中心再切掉 可以吗 这样子切的啊 你不要把刀子切下去了 OK 然后把它的根切掉 哦 然后这个就 不是好好面面的话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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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让你先做 你最后做 切掉 然后这就美美了 可以切直一点吗 这个 切 哈哈哈哈 不管是切菜切肉也好啦 就要顶住 所以永远切不到手 所以你手完全没有被切过 不可能没有啦 哈哈哈哈 我这个像这个鸡爪 感觉很像鸡爪咧 为什么我的就这么慢咧 我快不起来 你没有工夫 大白菜搞不了的话 我就给你切蘑菇 蘑菇需要切吗 不是丢进去就好了 蘑菇有根啊 你吃根的吗 为了要给它入味 我其实用了蚝油 麻油 然后加了水 先把那个味道 挤进蘑菇 我们要切两种方法 先把它的根去掉 一个一个慢慢的这样切 这样至少在它的底层有不同的口感啊 好 来 交给我啊 为什么你切的这么薄 我切的这么厚的咧 像粗矿的东西 我们是不能解锁的 其实 不能解锁 反正是你吃嘛 对吗 不过 师傅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男人 就应该大口大口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你全家里面都是男人吗 我还是没有那么薄 其实你右手也是很重要 就是好像有火车嘛 你知道吗 那个动作 我知道 我有想象那个动作 但手不配合啊 没办法 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有一点点的 太过于看高自己了 切菜还这么讲究啦 不是随便切的咩 可以切直一点吗 为什么我的这么慢咩 切东西最容易啊 哪一把刀就 很难咩 原来切菜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看 我第一次手指被切 就是今天了 切到手指也是 加餐便饭 加餐便饭 那我感觉我不适合做厨师这行啊 我们不要切到完 只是去那根 其实要几个 有几个是整粒的是吧 它的底层是比较硬一点 我通常会把它切掉 对 我们先把它切成块 我知道这个肉已经是煮过的 可是因为我们待会拿去蒸 它的肥肉 它的肥脂会在融 它一融的时候 它就有缺孔 所以那个酱是会贴那个孔 现在可以拿李锦记的套套酱 一勺 多一勺 这个酱本身是有点甜 所以它是比较黏 这个好处是因为有糖 哦 就包裹住的那种感觉 对 下煮的时间比任何东西还比较快 多短 所以我们先 先煮一下 烫一下 捞上来 对 颜色开始这样变的时候 OK了 你在上面刮雕刻啊 就刮几条线吧 我知道了 这样它就会 比较不会那么紧实 就会散开 就会比较软 这个切法 其实不是因为要做什么设计 或者什么的 而是有真正的一个效果 其实不错啊 我觉得Chef真的很耐心 如果我是那个师傅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涂体 很差劲 对 不过他勉强觉得我还不错 还说以我这样的功夫 还可以勉强做出一份盆菜 OK这个同样的 我们拿去烫一下 烫完了马上捞上来 这个莲叶 挺大的 中间有一个洞 没有 这个是它的那个根 有那个雨伞 这个要用热水来烫过 要不然你用不了 它是干的 如果你是没有烫过 直接放下去 它整个吹到完 它有一股味道 很像茶叶的味道 它的味道其实是 在里面焖嘛 所以它全部的味道 就会比较均匀一点 菜再底层摆一下 直接在火上烧的话 会比较容易煮 下一个就是蘑菇 就是那个猪筋 你煮出来之后 它汤会变得濃缩 你的虾 虾是放在最上面 因为它很快熟 因为它的次序 全部是会控制到你煮的时间 这个蘑菇的汤汁 可以淋上去 你刚才切的袋子 这个海参要蒸过 自己泡的话 也是可以用 离井机的生抽 加一点点就好了 直接摆下去 你的肉摆的时候 也是要特别的注重一点 因为你这样摆下去 拿去蒸的时候 或拿去煮的时候 就是这样了 这个叶子我喜欢拿 绿叶 因为我们这里很多红 制造比较多层次 这是它的蘑菇汁 就是用你几几的蚝油 芝麻油 加差点水 这个是鸡的上汤 加下去 如果家里没有的话 当然可以去超市买 OK 现在你帮我拿 生抽 蚝油 蚝油 生抽 我们就加三勺 一看就是 没有在厨房带过的人 是这样子的吗 还是因为我的原因 你的原因 是吗 这个我用了这么多年 没有问题啊 弄小小的细节 其实徐平 不像我所想象中的 可能应该花多一点时间 在厨房做一点饭啦 蚝油一勺 加一点烧心酒 开火 搅到蚝油 散掉 对 散掉了 加一点白胡椒 切点小红辣椒吗 你喜欢也可以加 我的最爱 加几滴 一滴的芝麻油 汤的温度差不多 有点热 有点烫就好了 把汤淋上去 要分开淋啊 扇贝我们要保持它的那个鲜度 不要淋过它 好像这个肉呢 刚才我们不是放茶烧酱吗 这样你淋下去就不是完蛋了 对对对对 所以只淋在蘑菇菜 还有那个虾 不要加太多了 差不多了 再加几滴的芝麻油 黑胡椒 加在蘑菇 猪肉 放上来了 给它穿衣服 不要放去那个烘炉里面 拿去蒸 差不多15分到20分钟 如果你在家里是用那种gas的 那种煤气的 就直接拿去扫吧 对对对 如果有火炭的话更好 火炭 更香 今天呢稍微有一点点遗憾 就是在摆盘的时候呢 我发现到师傅好像不太信任我 他就自己在那边摆 完全没有交到我手上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点对我没有信心 不过下一次呢 他在旁边说就好 我来摆盘 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过不了新年 过不了新年 现在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助理要懂得怎么样清理厨房 Oh my god 好 保重 我最讨厌清理厨房 我从哪里开始啊 哇 我真的很期待用离锦记醬料调出来的盆菜呢 到底是什么味道 出炉 哇 看起来好美味啊 它的味道是比较重一点 所以香菜可以提升一下 好了 上菜了 上菜了 我要吃了 OK 我先插一口我的蘑菇 色香味俱全 用离锦记醬料调出来的盆菜 果然是不一样 好 吃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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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